有一天我老公跟我說 他說Baby我真的好想念蜜魯菜 蜜魯的國寶就是要做馬鈴薯 自己在家裡炸薯條 蜜魯的牛肉 它叫Lomo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這道菜是蜜魯炒牛肉 牛肉完全不柴 很嫩欸 這個是進過醬汁的薯條 它就是麥當勞去沾那個醬啊 在蜜魯當地它就是這樣吃 很神奇 歡迎收看雞二廚房 我是蜜魯太太Tina 我是香料女王金金 今天要特別帶來什麼料理 今天我這一身就是彷彿未出國的這個裝扮呢 我們要帶大家做的是 蜜魯國菜 Lomo Sadao Lomo Sadao 我跟你講你可以就是讓它有一個稍微諧音 比如說Lomo聽起來很像老母的廣東話 你試試看 Lomo 對 然後Sadao Lomo Sadao 大概就是那個感覺有抓到 主要Lomo就是蜜魯的牛肉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這道菜是蜜魯炒牛肉 愛吃牛肉的一定要把握住喔 沒錯 然後這一道菜還有另外一個主角 蜜魯的另外一個國寶 就叫做馬鈴薯 對 因為蜜魯呢是馬鈴薯的原產國 今天我們會教大家怎麼樣自己在家裡炸薯條 那因為我們要切條狀 所以這邊這個部分我不會去特別的去皮 蜜魯的馬鈴薯大概有三四百種 真的假的 還有紫色 它就有點像我們地瓜 我們台灣地瓜不是有各式各樣紫地瓜 紫地瓜什麼 對 蜜魯大概也是那樣子 它們是馬鈴薯跟米飯都會並進 你的主食是飯 配菜嗎 或者是另外一道澱粉類 就是馬鈴薯 貓妹問一下 蜜魯的 大家的身材是不是 對 曲線都跟我差不多 也像馬鈴薯 哈哈哈 這個我們就直接下水 稍微煮過 會加一點鹽巴 為什麼我們煮馬鈴薯的時候要加鹽巴 沈頭鈴 剛剛水是滾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大量的下的東西進去 它整體已經降溫 所以等它第一次滾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取出了 我們今天準備了 甜椒 彩虹椒 洋蔥 番茄 你看到這個菜你不會覺得很熟悉嗎 是不是有一種 你不是要做異國料理啊 對 為什麼是用台灣好像很常見的一些材料 那在早期有非常多廣東裔或是中國裔移民到蜜魯當地 所以蜜魯的飲食文化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 你這樣講就很有共鳴了 可是因為我們在蜜魯用到的香料不同 對 沒錯 香料不同 固然它一開始的食材是相近的 可是味道不一樣 它叫Lomo 其實它用的是牛的比較特別的部位的肉 那這個部位的肉其實在蜜魯大家可能牙口也比較好吧 它們比較會去咀嚼 那我這次用的是一般超市賣場都可以取得的里肌牛小排 那台灣其實蜜魯菜非常少 對 所以我為什麼會開始做這道菜 原因是因為有一天我老公跟我說 他說Baby 我真的好想念蜜魯菜 你可不可以做這道菜給我吃 我想說一定要就是你知道達成他的願望 就是也不是太難的事嘛 我們現在這邊會準備一個麵粉 那馬鈴薯雖然它已經有它自己本身的澱粉質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先沾一點粉去炸 你如果發現它這裡還是有水氣的話你就稍微吸 一般比較會怕炸油鍋的女孩粉 你就可以還是吸一下比較好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米很面熟 我很熟悉的 長蜜 會吃比較有彈性跟原米的 都是亞洲 比如說台灣 中國跟日本 對 反而你看像緬甸也都是吃長米 馬來西亞也是吃長米 那像我們有一種更長的米 你知道這米還算短嗎 印度他們有那種Beriani是超長吧 這大概Cue到嗎 兩公分以上的米 對 你是想看到多長的米呢 還好就跟快 那越長的米越好吃嗎 我覺得它是口感不同 你有沒有發現比較長的米它的彈性 或者是它的那個黏稠度 澱粉質比較高 它是比較鬆的 它不是像是我們一般吃的月光米或什麼 它會很黏牙 對 然後我覺得鬆鬆的米去做譬如說炒飯 或者是我們要去配佐料的時候 它反而會比較容易吸湯汁 我們要看這個油溫是不是到以後 我們可以就是麵粉下去的時候它有起泡 然後不要沉下去 這時候要關小火嗎 不用 不行 姐 我們要搶酥 所謂的搶酥是第二次讓我們炸物的外觀可以更酥脆 但是如果你第一次你沒有炸透 對 沒有炸透的話 你第二次完全就是 炸得酥 看泡泡吧 泡泡會變得少 表示說它裡面的水分已經開始慢慢蒸發掉 表示說它這個馬鈴薯算是熟了 我們這個米呢就是剛剛已經洗過了 泰國米的話呢我們建議會用大概 一杯的米會對1.2的水 欸 這個中文剛剛有人聽不懂嗎 1比1.2 對 是的 是的 我剛剛講完我也是 等一下天啊 我第一次可以把米來翻耶 然後這邊有個小tip可以給大家 如果你想要你的米飯比較香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一些蒜頭 剁碎 對 然後或是加一點點的油 橄欖油 很一點喔 就一滴這樣子 那你的米飯的香氣跟色澤度會更好 目前顏色第一次炸它已經慢慢的上色了 因為裡面的水分變少了 所以它變輕了 它會浮起來 它會浮起來 第二個就是你看 脾氣看看泡泡 它泡泡變小顆了 泡泡量也變少了 請問一下 這個是會拌進去炒呢 還是配菜而已 我跟你講很奇妙對不對 剛剛已經說過 蜜魯是一個很喜歡Double主食的國家 所以待會呢 這個薯條我們不是只有在旁邊做配菜喔 它也是會進去跟我們的這些料拌炒在一起 所以它的口感不是只有吃酥脆 因為馬鈴薯它也會去吸附這一道菜的這個湯汁 好特別喔 這邊的話就是來處理牛肉的部分 切成條狀對不對 條狀 對 所以這道料理就是所有的食材都是要一樣的形狀 長長的 長長粗粗的 對 我這邊可以二次回蘇大了 下去大概30秒就可以上來了 所以這道牛肉也是要醃過 對 其實主要是因為讓香料的味道比較快進去 同時也可以軟化肉質 隨一天 我們會放黑胡椒 如果你有一個小的那種 一般我們不是會有那個量汁嗎 對 你差不多300克的肉量 你就可以放10 它那個是 一茶匙 一茶匙是5g是不是 對 差不多 對 再來就是 孜然飯 做人就是巴西 我們南美洲就是一個熱情的民族 像我們在蜜魯啊 真的會用到大量的心臟 最常看到的就是洋香菜 新鮮的巴西里跟乾燥的其實香氣差蠻多 差很多 其實如果有新鮮我們當然是盡量用新鮮 可是因為你看一般家庭主婦 我們很少會用得到洋香菜 你怎麼不可能去吃那個中餐 或者什麼的時候那個點綴的那個就把它帶回去 你怎麼把我這件的故事 我曾經有這樣做過誒 匈牙利紅椒粉 去增添它的顏色跟香氣 但是它不會辣 香料放下去了以後我們就抓一點鹽巴 好 我告訴你 欸 你還差點這樣 欸 你超紅的 那是默契 你一個撒這種瞬間 我就把你把鹽都煎進來了 你懂嗎 真是 所以那個有沒有take到的油有沒有 你要醃多久 其實這個一般我們會建議還是抓個10到15分鐘 這時候加油嘛對不對 對 加油 加油 加多點油 然後我們就把洋蔥丟下去 好 我們就是炒到它稍微有點軟化 香菜待會稍微幫我剁一下 因為最後有 如果今天這道料理的長輩 或是家裡不吃牛 可不可以取代其他的啊 那這道菜可能就不叫蜜魯國菜了 這麼堅持 我們就立刻把它改一個名字了 對 因為它叫LomoLomo嘛 那你媽如果換了一個人 它還是你媽媽 這個醋是糯米醋 它的味道比較濃 所以我們就是帶一點點 讓它有一點點香氣就好了 番茄也可以下 就帶一個酸汁就好了 香菜可以幫我丟下來 裡面不是會有那個醬汁嗎 我們薯條就可以丟一些進來 然後你看它就會去吸那個 湯汁 湯汁 說實實那也快 飯也煮好了 然後今天這個就是一個 道地蜜魯會有的擺盤 然後這邊 我就用灑下去了 隨意放洋香菜 做完了 蜜魯炒牛肉完成 你要餵我嗎 對 因為我常常在吃蜜魯菜啊 對不起 我們就東大雅的人也會就喜歡用手吃飯 牛肉完全不柴很嫩耶 配搬 所以你覺得牙口不好的公婆也有辦法了嗎 帶假牙還是可以吃到我 這個是進過醬汁的薯條 它就是麥當勞去沾那個醬啊 沾汁是不是 對啊我都會拿那個雞塊的醬 然後拿來沾麥當勞水條 就是這樣的感覺 我跟你講 在蜜魯當地它就是這樣吃很神奇 最後我很推薦給大人小孩 還有另外一半 或是三養姐妹都可以 或是想出國無法出國的各位 蜜魯國菜 希望你有給得到 關注我們的飢餓廚房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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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記得開小鈴鐺喔 訂閱追蹤分享 謝謝大家 Bye Bye 我們卡戒一下 我們要放這個啦 卡戒是卡迪斯 我以為可以偷試吃 還在露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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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啦還在露 有人說自然味很像一個味 那你愛嗎 我愛東西